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莫言大家 最近文坛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说有一位博主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莫言说的一段经典名言 他还特别爱特勒莫言 可随后莫言转发了这条微博 他是这么说的 说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后面附加了一个问号脸的表情包 本尊亲自出来辟谣 这一波打假就让围观群众看得很过瘾 大伙趁着这股东风 又给莫言老师发了其他一些个 数着他名字的名著名言 莫言是有假就必打 第二连三发微博否认 一时间他的微博都成了打假专用热线 有人甚至用一副对联来总结这个莫言打假 叫上联 这个不是我写的 下联 那个不是我说的 横批 您请回吧 这说起来 自从莫言获得诺表文学奖之后 各种假鸡汤那就称出不穷 什么莫言声度好闻 什么莫言最美的一首诗 还有莫言最精彩的一段话等等 虽然大部分人都知道 这些个名言那是张官礼贷 但还是有人信以为真 喝下这些个假鸡汤 现在假鸡汤撞到了本尊的枪口 这粉丝那是拍手称快 同时也心同其他几位鸡汤专业户 在网上 关于这些人的名言那是比比皆是 可其实大部分都是假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咱们先说鲁迅 关于鲁迅的假名言 那真的可以绕地球好几圈 你在这个微博上 随手这么一搜 就能搜出一大堆鲁迅说过 但其实鲁迅根本没说过 对于某些人来说 不管是国家大事 还是家庭小事 只要扣上鲁迅的名字 瞬间就上了一个档次 显得特有文化 甚至在网上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看的一句比较经典的话 如果找不到出处 那干脆直接就派给鲁迅吧 得了 这是欺负鲁迅老人家 不能发微博来辟谣啊 就这样 鲁迅被网友捧成了网络时代的 金句天王 此刻估计啊 只有这个表情包 能代表鲁迅的心情 说完了鲁迅 再来说另外一位 那就是白颜松 关于他的语录啊 可以出一本书了 只要生活中苦了 累了 撞见了社会不公 人心阴暗了 就随处可见白颜松语录 总有一款能抚慰你的心灵 但其实呢 可能都是假货 不光国内的 就连国外一些名人啊 也不能倾免 你比如 莎士比亚 在某些网友的笔下 那就成了情感鸡汤的代言人 还有专心画画的梵高 人家莫名其妙 就成了小清新京剧的创作者 甚至有的时候啊 因为名言太过感人啊 这传过来传过去啊 竟然都出现了两个作者 比方说 曾经有这么一段话 那是刷遍了朋友圈 他是这么说的啊 说你在的城市下雨了 很想问问 你有没有带伞 但想想还是忍住了 因为我怕你说没带 而我却无能为力 就像我爱你 却无法给你想要的陪伴 哎呦 这段话听得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吧 这么一段话 有人说他是村上春树说的 还有人呢 就说是宫崎俊说的 那究竟是谁说的呢 真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他俩说的 有人甚至开玩笑啊 说这个时候鲁迅勇敢地站了出来 既然没人承认 这锅我来背 俗话说啊 有需求就有市场 假名人名言泛滥成灾 那首先就是编造这些个名言的人啊 那是为了博眼求求关注 而看这些名言的呢 信以为真的呢 是为了能在一碗鸡汤里 寻求到认同和安慰 不过我们就想说啊 有时间编这些个假鸡汤 看这些个假鸡汤 还不如啊实实在在多读点书 毕竟嘛 高尔基说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好 继续回来 那接下来还是文学那点社 最近啊 有媒体报道 说英国某出版社 将出版金庸的小说 射雕英雄传首部英译本 据说啊 将分成十二卷陆续来发布 明年二月份将发售第一卷 英雄诞生 定价是十四点九九英镑 图片上这个就是小说的封面 怎么样 挺带感的啊 这个金庸啊 在咱国人心中的地位 那就不用多说了啊 小说的数量阅读量 那都是杠杠的 相比之下他的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却并不多啊 此前也只有这个三部 分别是雪山飞狐 还有鹿顶记 以及书见恩仇录 而且呢 都是由香港的出版社来出版的 也就是说 外国的出版社出版金庸小说 这一次啊 算是头一回 所以呢 《射雕英雄传》英文版 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引发了关注 不少中国故事啊 被翻译到西方的时候呢 它都会冠上西方名著的名号 来吸引外国的读者 你像梁山伯与祝银台 就被称为是 东方的罗密欧与朱利燕 这一回呢 英文版在推荐这个 《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啊 它是这么介绍的啊 说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 怎么样 是不是瞬间就脑补了不少的画面 为了能够让这个外国读者 更好地理解这小说 到底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推荐呢 也蛮靠谱啊 权力的游戏 在咱们这 那已经是圈了一票粉了啊 不少人呢 就期待《射雕英雄传》 也能一见 射中英国读者的心 当然了 这武侠小说 翻译成英文 人们最关心的 还是这翻译的问题 毕竟武侠世界里啊 那可是有着不少 充满意向的事物 别的咱就不说了啊 就单说这些个武功啊 招式啊 什么九阴真经 降龙十八掌 打狗棒法 这些个你翻译给英文 外国人能理解吗 还有那些武侠人物的名号 什么南地北盖 东邪西毒 中神通 这些意运无穷的称呼 能完整地翻译过去吗 对此啊 一些金庸迷 那也是操碎了心 已经就开始在那帮忙啊 出谋划策 为金庸小说里的武功啊 来取这个英文的名字 我们来看看 这些个神翻译啊 你像郭京的降龙十八掌 他就翻译成 战胜了十八条龙 我的乖乖啊 打赢十八条龙 这武功 你说神奇不神奇 还有九阳神功 就翻译成 九个男人的力量 这一听啊 蛮厉害的感觉啊 还有吸星大法 就翻译成 吸取全中国的星星 这还得了啊 能吸取这么多的星星 可想而知 那武功得多强 还有杨过的那个叫什么呢 叫爱然销魂掌 他就翻译成 身生抑郁的掌法 你还别说 挺穿神的 说了这么多 射雕英雄传 作为金庸最经典的代表作 能够被英国出版社出版 这就说明啊 西方的读者 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是充满好奇和兴趣 这也是中西方文化 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的机会 咱们就希望啊 射雕英雄传 在英国 那也能英雄所见略同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高考改革 遇人与遇分的争夺 节目就由教育部门表示 今年呢 将继续来推进高考改革 从九月份开始 新高考的试点范围 已经增加了北京 天津 还有山东 海南四个地方 此前呢 上海和浙江 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新高考 今年七月迎来了 第一批参加高考的考生 也出现了一些 引发热议的现象 你比如哈 物理运冷 浙江将近三十万考生 选考这个物理的呢 只有八万 还有上海的考生当中 选物理的比例啊 只有百分之三十 这么一个趋势 正在向开始试点的北京 也要蔓延 有报道说呀 北京的高考规则啊 说明会刚刚结束 就有家长在讨论 要不要选考物理呢 有人就担心 这个现象 会不会对年轻人的科学素养 产生一些影响呢 在这个新高考规则下呀 高中不再分这个文科理科 除了语术外 这三门必考 考生你可以在其他六门课程当中 选物理化学 生物政治地理历史 这六门当中 你任选三门都可以 你可以作为自己的高考科目 当然了 选考并不是物理预冷的直接原因 真正让学生避开物理的原因啊 是新的计分方法 叫什么呢 叫复分制 什么意思啊 就是考生的成绩啊 并不是看他的卷面得分 而是要看他所在考生当中的排名 给出一个相对的分数 你像排在前1%的考生 那就是100分 排在前2%的考生 那就给你打97分 以此类推啊 这每一个档次给他减几分啊 物理在六个学科里 那是偏难的 成绩呢 不太好的学生 他就不想成为排名靠后的那个分母啊 干脆放弃物理 改为选择相对容易一些的学科 你比如地理化学政治 这就是学生选考策略上的田际赛马 这浙江嘉兴 一所这个普通中学啊 物理成绩最好的学生 在全省呢 都排在1万名左右 根本就没有竞争优势 所以大家啊 纷纷就避开物理 目前他高二的学生 只有五个同学选了物理 受这么一个现象影响的呢 还不单单只是普通学生啊 一些成绩好的 喜欢物理的学生 因为选的人太少 他排在他后面的学生 也不选了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成绩好的排名啊 也往下降了 也不太干报了 其实学生避开物理 并不见得你就能拿高分啊 你比如啊 嘉兴所有的考生当中 选地理的是最多的 百分之五十六的考生啊 都选考地理 大家一窝蜂都考地理竞争 那当然就更激烈 想排名靠前拿高分啊 同样很难 选考物理的人数减少 影响最大的 当然就是高中的物理老师 刚刚说到那所学校啊 这个全校只有五个同学学物理 那只需要一个老师就足够了 其他的物理老师 那怎么办呢 两个转岗了 改教其他的课程 有一个呢 改当会计了 还有几个呢 调到初中去当物理老师了 不光是高中的物理老师啊 其他科目的老师也受影响 你看选课的六选三 理论上呢 有二十种不同的这个组合啊 来选择啊 光是排课表啊 那就是大难题啊 此外 如何评定老师的工作量 那也是一个问题啊 你不能单纯的按照课时量 来考核了 也不能像以往那样 根据学生的分数来考核 那怎样对老师进行一个考核 那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难题 有教育专家就说了哈 学生气考物理表面上是计分方式导致的 但实际上啊 是新高考在功利心态下出现的问题 让学生选考科目啊 本意呢 是希望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 但到了操作当中 学生他并不是选择喜欢的 而是选择有可能得高分的 此外 咱们很多的学生 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兴趣啊 对学业呢 缺乏一个规划 不知道究竟喜欢什么 也就无从选择 根据这个调查啊 百分之四十多的学生 不知道如何选择 不少的学生啊 他甚至放弃了选择权 希望学校 你直接拿出一个选考方案来 有教育专家就表示 在物理预冷之外 有一点更值得关注 那就是高考成绩的区分度 降低了 每一个等级差这个三分 同一个等级上 有上千个学生啊 成绩相同 这对于高校录取时的选材 是有影响的 在新高考试点当中 人们也看到 那些一直重视素质教育的 重点中学 老师和学生的应对 那就显得成功多了 田济赛马式的报考现象 也少得多 有一位重点高中的校长啊 就说 咱不要为了分数 让学生选这个选那个 新高考改革的目的啊 就是由选分变为选人 要我说哈 新高考 它依然还是指挥棒 但它呀 会越来越成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杂志封面 我们来看方圆杂志的封面 封面话题是 器官捐献 从尴尬到有序 节目9 北大一位身患剑动症的女博士 要捐献器官 说能救命的尽管用 这是感动了很多人 这位女博士叫楼涛 是湖北恩师的土家族人 他们一直有土葬的传统 当家里人听说 他要捐献器官的时候 那真是不理解啊 后来 经过这个楼涛的反复劝说 他父母呢 慢慢接受了 甚至呢 他们自己也决定 去世以后啊 像女儿一样 捐献自己的器官 这几天又有一个类似的新闻 山东一位硕士 不幸遭遇到车祸去世 六十五岁的老父亲 忍住悲痛 做了一个决定 捐献儿子的器官 挽救了五个陌生人 这父亲之前听说过 器官捐献的事 这也许是另外一种 延续儿子生命的方式 他就说了 如果儿子还在的话 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器官捐献 在咱们这呢 呈是一个讳莫如生的话题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 很多人呢 甚至都不愿意谈这个事 不过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人 慢慢意识到 对于捐献者而言 他们的生命啊 是在换一种形式 在世界上延续 而对于接受捐献 移植器官的人来说 他们是因此重获新生 2015年 中国停止使用死刑犯的 这个器官 公民呢自愿捐献 成为唯一的合法来源 当时有人就担心 大家不愿意捐啊 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呢 到了 但有专家就说了 不是冬天到了 而是春天来了 事实也证明啊 真的是春天来了 当年这个器官捐献的数量 就大幅的提升 到了今年 器官捐献预计啊 会超过五千例 更重要的是 人们对这个器官捐献呢 有了新的看法 你比如啊 2015年2月份 一名法国青年 在杭州旅游啊 意外坠亡 他父母赶过来 原本呢 想把遗体啊 运回法国捐献 后来他们得知 中国有了新的器官捐献政策 就当即改变了主意 就在咱们这儿啊 把这个器官给捐献了 这新闻被报道之后 安徽一位老人 带着全家七口 来到当地的红十字会啊 愿意将来啊 捐献器官 老人的理由啊 很简单 连外国人都到咱们这儿来捐了 这说明这事肯定是阳光的 我们也要捐 专家就表示 如果仅仅看医学技术 咱们这个器官移植技术啊 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落后于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器官资源不够 目前我国器官捐献率啊 只有大概百万分之三 而一些国家 人家已经达到了百万之四十啊 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手续啊 复杂啊 有一项调查就显示 所有百分之八十多的被调查者 愿意成为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但是有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要么不知道到哪去登记 要么觉得呢 手续太繁琐啊 不愿意去登记 早些年是红会啊 来登记 手续呢 就比较繁琐啊 光填表要填三页 后来呢 有了一个网络登记平台 但手续呢 还是有点复杂 去年底 支付宝开通了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 只要十秒钟 就可以完成登记 而且呢 也可以随时啊 撤回 于是在短短几天 就有十万人参与了志愿登记 另外器官的使用 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去年底 北京一位老人主动捐献器官 不过呢 刚开始是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理由很简单 担心这个捐献的器官 不能帮到最需要帮的人 这一点呢 也是很多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顾虑 根据这个国际主流观点 器官捐献出来之后呢 它不属于哪一个人 而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 它的分配呢 比其他任何社会资源的分配 都应该更严肃 更公平 更科学 要我说 捐献器官 就是以生命为礼物 点燃他人重生的期待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瞭望东方周刊 文章标题是 能否戒掉剁手影 快到双十一了 又到了买买买的时候了 对于这个剁手党来说 买东西并不一定是为了满足 物质层面的需要 很可能呢 也是为了迎合心理上的愉悦 这就是剁手影 购物能够让人愉悦 这可能是有理论支持的 最新的一项研究就表明 说购物可以改善糟糕的情绪 对于这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 商场的打折降价标签 那就是一面战棋 买了东西之后 你拎着大包小包回家 就让他呀 有一种打完胜仗 凯旋而归的成就感 心理学家呢 为此还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 叫什么呢 叫购物疗法 心里不痛快了 怎么办 去买东西呗 当然了 这种疗法不能够滥用 因为德国的科学家呀 人家发现 购物呢 也会让人呢 失去正常的思维能力 人们看中的东西越昂贵 就会变得呢 越不理智 而当他看到呢 昂贵的东西在打折 半价呀 甚至两折三折呀 一些人的思维呢 就会在瞬间降为零 当场啊 掏药包 心理学家就说了 人们看到商场里的 减价标签 大脑呢 并不会采用 常规的理性决策方式 大多数的购物决策 都是一瞬间 莫名其妙做出的 往往啊 就会有一些个昏招 买一些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花了冤枉钱 而有剁手瘾的人 那就更夸张了 他们付钱买东西的时候 那种愉悦感 跟喝酒美食是有的一比啊 当然了 有人在酒醒之后后悔 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手 也有人呢 在大吃一顿 懊恼 摄入了太多的卡路里 同样 有剁手瘾的人 如果花的钱 超出了自己的计划 往往后悔不已 甚至呢自责 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怎么办呢 这剁手瘾能治吗 能 你比如 你可以反复对比价格 货比三加 比着比着 你那购物的冲动就降下来了 或者呢 强迫自己啊 先不要下单 放在购物车里 等到第二天再决定 说不定第二天就不想买了 如果这些还没有用 不妨借助一些个外力 比如有一个方法啊 带一款手环 叫巴普洛克手环 如果你冷不住买东西 这手环呢 就放电 给你电击一下 惩罚一下 目前这手环呢 已经卖出了好几万个了啊 说明啊 想借除剁手瘾的人 真不少 当然了 也有可能 买手环的人呢 仅仅是因为 管不住剁手瘾 而下单的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杂志图片 一群大妈围着一棵树 练起了八卦掌 瞧这正事 好像在跟树喊话 里面的树 给我听着 你已经被包围了 阿尔兰的一个苹果园 在一场巨风过后 变成这样 苹果散落一地 远远望去啊 就像是铺了一层地毯 日本一位爸爸 为了逗女儿开心 根据女儿画的卡通画呀 做出了同款的便当 您瞧瞧 简直神还原啊 也不知道 该夸孩子画功了得 还是该夸爸爸厨艺精湛 为这浓浓的父爱 比心 美国一男子 在动物园向女友求婚 周围的游客 那是尖叫鼓掌 没想到啊 一只河马来臭热闹 把脸贴在玻璃上 露出这个厚厚的下巴 双眼微张紧紧盯着 男子求婚的戒指 眼神散发出无数的怨念 单身河马表示 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好 接下来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不少人发现 广场上跳舞的大爷大妈呀 扫了 他们呢 有了一个新的去处 哪呢 KTV 曾经核实 KTV那是年轻人的地盘呢 俗话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这还没到三十年呢 KTV 就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 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老年人成了那个主力 尤其是下午场啊 基本就是大爷大妈的专场 老年人爱上KTV 这新闻一出来啊 不少网友 是纷纷心领神会 转发点赞 毕竟嘛 相较于广场舞的战地扰民 以及暴走团的来势汹汹 你在KTV包厢里组团飙歌 那就显得可爱多了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说每一个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 都有一颗文艺的心 这跳舞啊唱歌啊 本来就是一家 所以呢 不跳舞改唱歌 那也是合情合理啊 而且呢 跳广场舞 最多呢 跳一两个小时班 你来到KTV啊 一下子能唱五六个小时呢 再加上 有些个大爷大妈呀 年轻的时候 她就喜欢唱 但因为条件的原因啊 并没有走上音乐这条路 现在呢 退休了 有时间了 那就必须得重新找回 年轻时的爱好 用他们的话说 老了 也要去KTV 称霸歌坛 事实上 现在很多的KTV 她真就瞄准了老年消费群体 通过各种方式啊 来抢占市场 你像以前KTV 她追求歌曲一定要得行 现在呢 要旧 特意增加了民歌专区 老歌专区 已经戏曲专区 此外呢 在营业时间上 人家也做了调整 以前KTV 一般到了下午才开始营业 现在呢 为了顺应大爷大妈的节奏啊 一些个KTV啊 都改在上午就开门了 有一位爱上KTV的大妈 每天日常呢 她是这么的啊 说早上去公园成练 成练完了 约好姐妹们 一块去KTV 午饭呢 就在KTV解决 边吃边唱 那叫一个惬意 为了让大妈 不仅唱得好 还能吃得好 这KTV啊 在午餐这个菜谱上啊 也是定期给她调整 说在广州 越式茶点啊 中式炒菜啊 特受老年人的欢迎 老年人呢 成了KTV的主力 这就叫 老友所乐 老友所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 取官 帕金森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关注一大堆的公众号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发现这个公众号啊 平时看的比较少 就想取官 可还没有取官几分钟 又觉得 哎呦 或许以后还用得着呢 再给公众号一个机会吧 又重新给他关注啊 就这样 过了几天之后 相同的套路又来一遍 再取官 再订阅 那手啊 就像得了这个帕金森证啊 一抖取官了 再一抖又关注了 取官帕金森 说白了啊 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害怕做选择 生怕自己的这个决定啊 是错的 所以呢 才这么犹豫 抖来抖去 要我说 如此取官 不可取 好 下面一个类词 叫百家一啊 别误会啊 不是那个吃百家饭 穿百家一那个意思啊 这的百家一啊 指的是时尚界 为了让女同胞 能够买买买 已经将设计理念呢 拓展到了家庭的 每一个成员 比方说这个最近啊 有一款奶奶鞋啊 走红了 长这个样子啊 有点像我们那个年代 奶奶穿的鞋啊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好穿呢 您瞅瞅 模特穿上奶奶鞋 那也气场十足 除了奶奶鞋 这些年被时尚圈盯上的 还有男友称衫 还有妈妈牛仔裤 以及姥姥毛衣 爷爷夹克 把不和声都变 变成了一种时尚 百家一 要我说 以后女生实在没衣服穿了 就去找一找 咱家里长辈多年 不穿的那个鸭箱底的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周五 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